今次傳出吳若熙成功追仔 駝別仔三個月 這日她老公Alex出席時裝活動 不接受訪問 和設計師合照之後就離開 這日蘇玉華和潘燦良 亦被爆結束24年愛情長跑 已經入址結婚 關寶慧和劉翠就祝福她們兩個 這麼久跟我都是這樣 等她高興 開心的 今年是很潤很旺的結婚日 今年結婚是非常好日 其實最近劉玉翠已經改名為劉翠芳 希望和若保說再見 其實就是有首詩的 橋上兩岸有春風 方舟啟航順風帆 就是橋木 因為我身體比較弱 給我一些強壯的元素 方向就是 其實我說人生活到這個年齡 好像有點迷惘 老師就說給你一個方向 希望找到自己人生真正想走的路 尋住自己的方向 找到一個方向 所以是有意思的 希望身體好 我希望 啰事 11 11 af 赢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